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其实今天的挑战很大 因为他们都是international 所以我必须要将语言的表达方式稍微要放缓一点 那很欢迎你们来这里以及来台湾演戏 因为会让台湾的演艺环境变得丰富而多元 但是你们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开始的吗 好 映山 我在正当念书的时候 遇到北村风景导演 对 那北村导演那个时候念台译 对 我演他的学生片开始 对 后来我就演他的同学的学生制片 对 然后那个学生在正文唐导演那边实习 对 然后我就遇到因此认识正文唐导演阿唐导演 然后就阿唐导演演他的戏 就慢慢就开始发生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聊再继续聊 那玛丽子呢 你怎么开始你的演艺的路 你原来在日本有发展吗 有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了台湾的戏剧理念的角色 跟自己的日本的经历有关系 那我在日本就是已经开始演艺工作 因为我从小有演员梦 对 那18岁的时候 就是被新当发掘 后来去拍写真集 那后来就是拍了五年 那当时 对 成为了就是小小知名的写真女性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里面也是 因为我一直想要演戏嘛 那有机会去演戏 那找我的早事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需要性感一点的 哎呀好羡慕啊 还可以信你 有好男人啊 或者是学有小伤什么的 是是 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早事不好 但是我可以就是发挥其他的呈现的方式什么的 就有一点不甘心 对就是要有演技 所以在爱情替身对不对 对 你的过程是长什么样的 就是你整个经历的过程 那个爱情替身里面我吸引的是来自日本的AV女友 OK 那那个AV女友这个职业也是被很多大家人就是贴了很多标签 就是带着有色的眼睛 对 有时候不被尊重啊 或者是就是一定有委屈的时候嘛 对 那就是因为她的心情我刚好可以用在日本那时候的经历过的过程 就是一种挫折感或是委屈感 正好是可以用在角色上面 没错 OK OK 那我是想问秋恒你是当初怎么来到台湾以及怎么接触到演戏啊 简单来说是我妈妈那时候在台湾工作当家庭帮佣 那我高中毕业之后就跟着她来台湾了 那一开始是学中文然后念大学 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金马学院他们有一部 就是拍跟越南有关系的一部片叫海防阿宅 然后那时候我就被就是 却凭中学吗 就是突然我同学又带着我去 然后导演说OK好 然后就是演一个外籍帮佣的角色 对没有台词的 对那是第一次接触演戏的时候 所以比较不紧张 真好 其实我就是在想 我们的环境有没有友善对待你们啦 就比方说你们是被鼓励的多还是少 真的你觉得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总会觉得你是不是来跟我们抢角色 应该抢不到吧 因为你就是你真的抢得到吗 因为我演了二十几年 我只有演过两次玉智时代的角色 其他角色都是现代的 那我一开始来台湾发展的时候 我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承诺 就是一个我要跟台湾人一起竞争一个角色 原本是台湾人的角色 可是因为我要导演想要找我 然后台湾人的角色改成混血的角色之类的 对 就是一个 有没有让你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住在北部 基本上台北听不到 没有人讲课语 没有人讲课语 那非常少 而且时间比较短 那准备的时间也不够 对 那剧主安排的课语的课程也没有很多 那个是有挫折感的对不对 就是变成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 因为完全是死背 硬背 然后有我第一次我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 就是自己讲出来的话跟情绪有一点连不起来 后来演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难过 然后我变成心理创伤 就会恐惧这个就是阴影 对 一直阴影到跟他一起演的舞台剧 对 我就决定接时光的手上这个舞台剧的时候 因为我有看过首演 正有些导演的版本 然后我知道那个角色 所以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透过这个舞台剧克服 那个时候的阴影 就是很有勇气 很多人是逃走 我也想逃走 你也想逃走吗 但第一次在排练场 就是一开口那个讲台语的时候 大家都真的很惊讶 就完全 就是 没有想到他练得这么好 不是日本人讲的台语 对 他早上是台湾人的台语 就是你甚至会有在强调 就是说在地圈 那邱恒 对 你是什么那个飘洋过海来爱你 对 是第一代的新住民吗 这角色是吗 对 我那时候是演二十几年前 嫁过来台湾的新住民旗 那时候也要学台语 因为我戏里面演的那个世界 他台语超厉害的 那怎么办 就是只能慈悲 因为我真的也是 语言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是回去跟我婆婆学 然后现场也有工作人员指导 对 那对我来说比较难的部分是 讲中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要是演一个 不会讲中文的人 然后又是透过婚姻 中介婚姻来台湾 所以我那时候要跑去找 越南的随地妹们 学他们刚来台湾的口音 因为有点忘记 当初我来的感觉是什么 我家在旁边 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学 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长大学一个新的语言是 是必须要有一种勇气 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 是因为我们因为藉由拍戏 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 文化的底蕴的可能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 那像首相的时光 是不是 时光的首相 那玛丽子是演其中的 那个嫁给颜家的那位太太 对 我演那个一金妙小姐的母亲 一金盒子 那戏里面我也讲台语 然后台语的部分 日文跟台语 因为我的角色也是 从零开始学台语的人 所以我也是从那个住情 就是慢慢一直学的感觉 那我一张欣赏很深刻 是第一次 干诗里面的老公 颜慧明 是是是 吵架的时候的时候的事 那前面都讲日文 那老公突然 对赫芝讲台语的时候 那个冲击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也知道赫芝 是听不懂台语的 所以我每次拍戀拍到那里的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很痛 因为我也是台湾媳妇 我知道那个感觉 哇 就是对方用一个 突然听不懂的语言 来某种程度是攻击 或者是语言上很 对啊 而且明明就是 眼前最爱的老公 好像突然变成摸梭一样 就是感觉突然又距离好远好远 对 就会觉得感觉 就会觉得好伤心 对 因为那个语言就很像子弹 你知道就是一枪一枪 打在那个心上 然后那你知道会溏血 会溏血 那秋恒你 我知道你最近有一个戏是什么 《徘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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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徘徊年代》是讲一个真信社是不是 对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在漂洋国海来爱你 是扮演早期上一代的新住民 那《徘徊年代》 这样子的过程帮助他们 因为好像你讨论到的 比方说徘徊年代所要去讨论的个案 就是说去侦查的个案 是 其实比较是底层的朋友吗 生活比较不是那么 就是早期可能是 透过中介婚姻来到台湾 因为大部分在台湾可能 大家对于越南新住民或越南的印象就是 结婚或者是移工来工厂上班 没错 就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像我们家处 不管是他们还是我 我觉得他们被贴上一个双重标签 我了解 可能在台湾很多台湾人会觉得 他们是为了钱来台湾 那在越南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觉得他们是为了钱嫁给老男人 对 我懂 然后都是被误解 但是你真正去想他们是为了他的原生家庭 他愿意飘扬 真的叫飘扬过海 理想背景 来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如何扎根 如何生存下来 其实这个需要很大的爱才有可能做到 我在飘扬过海有一场就是 小孩在做那个考试的时候在后面画画 然后那一场我要打小孩 因为我觉得他都不用工 然后我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很心疼那些妈妈 因为他们很担心他的小孩对于他自我认同 对包含我的我现在在大学教越南语 我很多的大学生妈妈都是越南人 可是第一堂课我问他们 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人是越南人 妈妈是越南人 有一些人不敢举手 我懂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感谢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的演艺圈 然后我们才可以带出不同的议题 让藉由这个表现就藉由这个戏剧的演出 让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法可以更进步 我们可以更宽容或是包容或是更扩张自己对世界的爱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自己是这么看演艺环境 就是我们身为演员可以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被看见 我很有名 我很有钱 好 那想到这个 其实得奖之后真的就是最好的吗 马力子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来台湾两年 对 才两年 就自己也没想到越入围是什么 康就金钟响了 对啊 之后明天就掉下来的大礼物 那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不小心有了一个期待 是这样子拿到金钟响之后 我的台湾演员先样是要开始了吗 很多找是可以找我 找上门吗 很多想象哈 对 这没有 对 他就是马力子不知道金钟有个叫金钟魔咒 你知道就是得奖之后通常会很多时候是一年 一年半人家不敢找 是真的吗 对不对 真的 但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更要低 因为大家也不太敢碰太热门的人 会很妙对不对 我真的是八个月没有收入 原来因为有那个小小就是去 去拍广告或是当模特儿的之后 那个时间是没有的 那你怎么度过这段时光啊 就是那段时间 吃芭蕾一颗 用老板生活嘛 我喜欢芭蕾 所以吃一颗芭蕾当初一天的餐饮也有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外国人是拿到工作站 除了演艺工作以外 不能做任何其他打工什么的 没有错 所以我很害怕用完老板 要必须要回去日本啊 那我真的很不敢花钱就很闲闲的用 那这段时间 直到我的演员朋友 约我去他们吃饭 那他们家爸爸妈妈对我很好 就是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 我尽量吃饱为止 就多吃然后打包回家什么的 肚子脏成是那个 可以放食物的 对 还有过年的时候 过年是比较很贵嘛 我虽然每次都不敢回去 那他们约我去吃年夜饭 他们家 那他们爸妈还给了我红包什么的 对 把你当成女儿了 真的 他们家是真的 我的台湾老那个 娘家的观念 就大家还是很爱你 对 我有时候觉得 被友善对待很好 我们才愿意待得下来 可是待得下来有获得 但也有失去 对不对 就是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还是必须要舍弃一些 牺牲一些 对 怎么说 我也不晓得就是 可能我太坚持自己想做事情 那因为这样坚持 可能我会 我可能会忽视一些 不能失去的 我搞不好已经失去了 已经不能失去的东西了 那可以聊聊跟父亲的关系吗 就前几年他脑出些中风 然后昏迷大概一个月 然后经过半年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治疗 治疗 对 復健 復健的一个过程 我发现他有时候已经 大概认不出我了 那怎么办 所以他我每次回老家 然后就开门到客厅的时候看到我爸 然后就有时候 他以为是老乡的同学来 对 谁谁谁 你谢谢特地来找我 就是叫别人的名字 对 但医生跟我讲 他并不是二字海木村 不是 对 所以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我自己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他会难过 OK 所以他认成谁 我就演谁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回家有时候继续演戏 其实你爸好棒 你爸在帮你练表演 对 有幽默的方式是这样讲 但是 父亲不认得自己当然会心疼 也会难受 那我有时候自己在想 从事我们这个工作的人 其实还是幸福的 因为 我们没有 我们不需要拿钱回家养家 我们只要把自己养好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然我们大概都不太容易飘洋过海 就是像你们这样子来这里 从事一个蛮挑战的工作 因为他需要花大量的热情创造力 才能够 还有运气 才能够好好留下来的一个行业 什么是让你们愿意突破各种困难 然后还留在这里 10年 12年 22年 是什么 啊 爱情 我只是 我知道这样讲很弱嘛 没关系你说 但我觉得 上辈子应该说是台湾人吧 就是这样觉得 你就灵魂回家了就对了 就是 我知道我跟台湾一定有缘分的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好像一间钟情一样 就莫名其妙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 我自己就马上决定我要搬到车里来 就是在地面的一切工作就是先放弃 所以我想要绝续一切就搬到台湾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决定是蛮大的 但是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感觉 其实前去过很多国家 我比较不太一样 我是慢慢的爱上台湾了 对因为一开始来台湾 读书没有想说会留这么久 本来想说可以回越南做一点什么事情 对对对 所以可是越住越觉得 好像我很适合这里 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好像 因为我现在也结婚了 然后有小孩 然后把台湾当成我的故乡了 对 就是你还可以帮好多姐妹说说话 或者是开我们对于东南亚姐妹的误解的认识 可以这样说吗 希望是可以朝这个方向 对不管是拍戏 做YouTube还是各方面 或者是在大学教越南语 也是一种方式 对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更全力 来学越南语 好有趣 我觉得好棒 就是有找到那个动力 就是你 我觉得人可以贡献自己这件事情是很棒的 怎样呢 什么把你扭下来 扭22年 有一个 其实我常常想放弃 啊 什么 我也不是很坚强的一个人 对 那不只是我在国外打拼的所有的外界人 不只不管是演员 演艺圈还是别的行业 工作的也一样 那我们的这个行业也没有很稳定 对 有一大没一大 对 那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保证 但我觉得这种 我自己现在是不幸福 这个东西 这种心态 反而让我往前 为什么 就是变成我的动力 对 那我现在我不满意 对任何方面不满意 所以我要继续往前 我要再努力一点 对 你要再努力一点 对 好 你知道车子为什么会前进吗 车子 因为主力 不是加油 是主力 有主力才会前进 摩擦力 摩擦力 你应该是信仰这个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车子在冰上是不能前进的 因为没有主力 因为它太滑了 所以它必须要有主力 才能够让我们人生往前 所以很感谢那些给我们的挫折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不管未来的环境给我们什么挑战 但是只要在那里 其实就永远有机会 或许是 所谓的跨越障碍的跨栏赛吧 人生很像马拉松 就是停在原地 我们永远就这样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想 像你们飘洋过海来这边 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得到被鼓励或被善待 或者是有一些成绩 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值得被看见的 其实三位演员来台湾打兵 大概都超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这么长的时间 就很像一段旅程 但旅程当中有许多的困难 或者是关卡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放弃 就如同那个普普艺术大师 安迪霍尔他讲的 他说走得慢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要停下脚步 希望这样子可以 勉力到电视机前的你 今天我们谢谢三位的分享 谢谢 谁来演戏 我是王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见 谢谢 我们下次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